指年轻又帅气,感情经历经历单纯简单的男性,可以说是帅气又可爱的男孩,比如陆寒,李宜峰,杨阳,陈伟霆,陈学东,吴亦凡等等,还有一个词也比较流行,就是老腊肉了,是指那些不拼颜值拼才华,有眼睛,有内涵,成熟稳重的大叔,老男人们,比如孙洪雷,张嘉义,靳东,黄磊,黄博,吴秀波等等, 今天来说说这些个小鲜肉们,不说他们的人气和颜值,只说演技,谁能最快的成长成为老腊肉,成为演技担当呢,先说陆寒,陆寒开始的几部电影,大部分都是本色出演,角色大都跟他自身很像,帅气有颜值,有些脾气的大男孩,所以没有多少演技在里面,在拍盗幕笔记的时候,才真正有了些难度,主演电影有很多台词需要去慢慢琢磨, 在盗幕的各个阶段人物心里都会发生变化,这种变化,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很难,况且他还要去饰演一个中年人,这就更难了,所以有很多人对比之前陆寒演过的电影,觉得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演技倒退了,其实不然,不是他的演技倒退了,而是饰演角色的难度增加了一大截,导致他的成长没有跟上罢了, 但是挫折并不都是坏事,这才只是他的开始,所以到了拍张艺谋导演的长城的时候,他真正学会了去揣摩剧本,去体会人物性格和剧情,发展,进步非常明显,后来长城,百度人这两部电影口碑不好的情况下,他依然能够全身而退,可见一般,吴亦凡,看了他演的老炮儿, 绝技,感觉还可以,表情台词都很到位,至青春看了后也没感觉到尴尬,平心平下吴亦凡的话,还是有不少值得肯定的,可是他有些贪多了,音乐没做好又跨行来当演员,只能说演员的路很长,不只是靠脸示范的,自从吴亦凡丑闻曝光之后,直线掉粉,全网都是在黑他的言论,这里我要说作为一个演员,一个公众人物,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局, 举止,要自觉单负起社会责任,要想在观众心中站稳脚跟,还是要多多磨练自己的演技,多多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,或许经历丑闻之后的他,思想上获得洗礼,演技得到了生怀呢? 李一峰,四川师范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,可是他演戏的时候嘴巴并没有想象中的灵力,台词上扣一分,网上对于李一峰的演技方面也有很大争议,一方认为他毫无演技, 他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人其心来没有什么套路,有些拘谨,放不开,这种观点在小编看来,就要分时候了,有些时候的角色确实不适合这么来演,但有些角色却恰好需要这么演,可能是李一峰自己没有把握好吧, 另一方的观点认为李一峰演技不错,老炮儿李和冯小刚的对手戏,使他获得了当年的百花奖,这就是最好的证明,小编在这里多说一句,有不少并非科班出身的演员,他们的演技依然让人叹服,其中不乏影帝,影后级别的演员,他们获得成功的方法,就是勤奋刻苦,多琢磨,多练习,多学习, 这里同样以此鼓励一下峰峰,陈伟霆,和李一峰一同在古剑棋台中走入观众的心中,现在可以说非常的火,我们知道,电视剧对于演员演技的要求,对比于电影来讲是要低不少的,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在电视剧中火起来的,更何况当时陈伟霆只是一个配角,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演技大佬去比演技,相比于那些靠脸示范的人来说,陈伟霆的演技可以说, 碾压他们了,可以说在《古剑棋台》这部电视剧中,陈伟霆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,收到欢迎和走红也是必然的,回顾他几年前的就做,因为角色本身的限制,他的表现也可以,但与正在的大赢屏,大制作所需要的精湛演技,还是有很大差距的,继续努力吧,杨阳,作为一名90后,就应该有90后年轻人的样子,表演起来没有什么套路,气质随着角色而变化,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,这也表明作为一位演员,他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,在微微一笑狠星辰后,杨阳人气暴增,同时他被人扣上了面摊,花瓶之类的帽子,来否定他的演技,但是不少人忽略了这是一部青春偶像剧,我们并不能用演技来表现出,青春和活力,偶像剧的重点并不在此, 他在其后的电影作品暴走,左耳,全世界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,可以说大荧幕使他在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,期待他以后的表现,这些小鲜肉的人气无疑都是很高的,这么好的条件连他们的前辈如梁朝伟,周润发这些影帝都没法比,希望他们能够